作为一个能击毙30个鬼子的神枪手 他竟然因为一次意外而去世 十分可惜 欧阳波平作为长城脚下的抗战英雄 曾经带领队伍履历其功 但他却在30岁那年因为意外离世 那么欧阳波平的警卫员为何要对他开枪 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在视频开始前 还请各位粉丝朋友们 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支持下 1912年 欧阳波平出生于湖南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 在那个动荡年代 农民的生活十分艰难困苦 所以小时候的欧阳波平便立志 要凭借自己的努力改变现状 于是他便一直寻找救国救民的方法 随后成为国民党的一员 当时欧阳波平并没有机会了解共产党 所以对国民党抱有天真的希望 在国民党内 他也表现得十分优异 很快就成为第19路军军官 在军队内 欧阳波平以奇准的枪法出名 甚至还有神枪手这个外号 随后他跟随国民党参加了松虎会战 也正是在这时他意识到 自己也许选错了路 欧阳波平对国民党的卖国政策十分不满 于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退出 随后成为红军的一员 他刚加入红军以后 便赶上了长征 就这样 欧阳波平为了心中的信仰 无怨无悔地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并且跟随队伍成功到达了陕北 因为重视其出色的能力 党中央便安排他 前往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毕业之后 欧阳波平便升任 冀东部队十二团的参谋长 并且带领队伍在此地 不断开辟抗日革命根据地 1940年 欧阳波平开始在冀东军分区担任教员 将自己所学到的知识传授给其他红军 然而当时战役频发 想要上课更是难上加难 但他并没有放弃 而是一边采用游击战的形式 一边进行教学活动 没有仗打的时候 他便开始编写教材 见缝插针地做着军事培训工作 也正是在欧阳波平的坚持下 很快就培养出了新一批军事人才 整个队伍也变得更加正规有纪律 战斗力也大大提高 1941年 日军集结4万人开始对欧阳波平所在的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 当时我党在人数上并不占有势 并且武器装备也十分落后 然而 在这种劣势情况下 欧阳波平还是与李方舟一起积极调动各方物资 正面战与游击战相结合 成功牵制住了前来扫荡的日军 同年6月份 军分区13团的宿营地遭到了日军的袭击 很多民房被大火烧毁 双方之间再次爆发了十分激烈的交战 而日军还向我方投掷了瓦斯弹 我军很快被毒气 训得睁不开眼睛 情况十分危机 就在这时 欧阳波平带领一个小分队 掩护司令部和教导队 决定突围 然而这个任务却是万分危险的 但是欧阳波平临危不惧 他镇定地指挥着战士们突围 并且以那些已经被炸毁的墙壁为依托 开始和敌军进行熬战 最后 他竟然真的带领小分队实现了退位 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保住了队伍的核心力量 此一之后 我军很快在太张屯召开会议 开始总结这次失利的教训 最后得出结论 我军应该在原有根据地的基础上 继续扩大活动范围 这样在与日军交战的时候 才能有更大的回旋余地 而欧阳波平 也胜任为十二团一营的营长 为了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他率领队伍深入到玉田英子港 这在当时是十分危险的地区质疑 这里不仅有日军的碉堡 还有重兵把守 统治十分严密 为了能够拔掉这个据点 欧阳波平率领战士 伪装成农民 并且向村子借来了十几辆大车 分多路进入到了这一据点内 当时敌人以为 这时前来修筑公事的民工 便没有起疑心 那么接下来欧阳波平是如何行动的呢 他是一人歼灭三十个鬼子的神枪手 最后却因为一次意外而去世 装成民工 深入敌人内部的欧阳波平 是如何歼敌的 他又有着哪些传奇经历呢 当欧阳波平顺利带着战士们 坐车到达据点附近时 他一声令下 便带着大家冲进了日伪军的大本营 这些日伪军 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 就成为我军的俘虏 这场战斗几乎不费吹灰之力 就获得了胜利 不仅如此 欧阳波平还缴获了敌军150支步枪 我军方面在没有一人伤亡的情况下 便取得了如此大胜 党内都对欧阳波平赞赏有加 夸赞他有勇有谋 然而一个月之后 日伪军再次卷土重来 再次对我党的根据地进行清剿 而有了之前的经验 欧阳波平再次见招拆招 接连粉碎了日伪军的围攻 带领全体军民 进行了十分激烈的反抗 1942年 李方舟却在萧家庄 被日伪军残忍的杀害 当天 欧阳波平正带着队伍 在彭加湾村 与日伪军进行对抗 并且成功兼敌300余人 在知道李方舟牺牲的消息后 欧阳波平悲痛万分 也发誓一定要替他报仇 同年8月8日 日本关东军突然进入到了千安附近 并且很快就到达了彭加湾附近 随后侦察员马上向欧阳波平汇报 因为这支部队是日军的精锐 还曾经参加过一战 他们不仅经验丰富 而且武器装备也十分精良 而欧阳波平知道这个消息后 丝毫不拒 本就想报仇的他终于等到了机会 随后他马上开始部署一系列战斗任务 并且在彭加湾高地设下了伏击 很快 这对日军便进入了桃心庄 欧阳波平马上命令 开始对其进行攻击 随着一连串的枪声响起 我方利用有力的地形 将这群鬼子打得落花流水 然而 这群被赶出村外的日军 并不甘心就这样战败 而是再次集结了起来 将希望寄托在了优良的装备上 于是他们也想抢占一个高地 并将目标瞄准了龙子山头 但是他们的如意算盘却落了空 因为山头已经被我方三连结族先登 而欧阳波平此时正带着队伍 对日军乘胜追击 就这样 欧阳波平带着一连战士追击日军 他下令要用迂回战术 先绕到敌人的后方进行阻击 然后呈包围之势 将其一举歼灭 随着一阵冲锋号声的响起 双方再次开始了猛烈的厮杀 欧阳波平更是直接带头冲进了敌群 拿着伯克枪不断射杀着日军 虽然日军大势已去 但是仍在坐着垂死挣扎 想要突出我军的包围 日军在战场上有着一个十分变态的传统 那便是何会通过和敌人同归于尽的方式 证明自己对天皇的忠诚 所以欧阳波平明白 面对这群丧心病狂的日军 必须速战速决 那么接下来欧阳波平是如何应对的呢 作为神枪手的欧阳波平 却因为一次意外而去世 而在彭加瓦村这场与日军的激战中 欧阳波平又是如何带领战士们取得胜利的呢 此时日军在不断向龙子山头发起进攻 想要夺取三连的阵地 从而获取制高点的优势 于是他们一边猛烈地冲锋 一边用机枪扫射 火力十分凶猛 日军的武器装备量要多于我军很多 如果日军一直保持这个火力的话 那么山头很有可能落入他们手中 到时候情况不堪设想 见到这个情况的欧阳波平心急如焚 奈何我军机枪离敌人实在太远 射程不够 于是他心一横 扛着一只机枪便匍匐着爬向敌人 只见欧阳波平手持机枪 灵活地穿梭在敌人之间 几个连发就将对面的机枪手击毙 在其带领下 战士们也像猛虎一样发起进攻 双方随即展开了白人战 在一场激烈的近身肉搏后 我方成功将袁田中两中队76个日军全部见面 实现了鸾东首战告诫 欧阳波平凭借着自身超强的伏击和射击能力 仅一人就消灭了30个鬼子 立下了赫赫功劳 不仅如此 此役队伍还缴获了一挺重击枪 以及几十只手枪 战役结束后 虽然战士们都在庆祝 但是欧阳波平却不敢放松 而是一边看地图 一边思考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因为我军当时主要进行游击战 优先掌握地形情况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就在这时 欧阳波平的警卫员高丽中 却突然找到他 并说到营长 我缴获了一把好的王八高子枪 给你吧 原来在刚才的激战中 警卫员缴获了一把好枪 所以他想将枪给欧阳波平使用 然而就在他刚要接过警卫员手里的枪时 突然听到砰的一声 随后欧阳波平大叫了一声 便倒在了血泊之中 原来刚刚这杆枪突然走了火 射出了一颗子弹 不幸的是 这颗子弹正好射进了欧阳波平的胸膛 因为当时医疗条件比较落后 再加上子弹射中的位置十分凶险 所以欧阳波平很快就没了呼吸 牺牲时他才不过30岁 在这之后 战士们十分悲痛地将其遗体就地掩埋 随后继续向其他地方转移 为了纪念这位英雄 当地的百姓将他激战过的龙子山 改名为长盛山 建国后 欧阳波平的遗骨 也被放在施家庄华北烈士陵园 如今在前往当年的彭加娃村 这里的树木已经长得郁郁葱葱 村落也重新建起 然而 这里年龄稍大一些的人 仍记得之前的彭加娃大节 并且在提到欧阳波平这个名字的时候 还会黯然神伤 有些村民甚至还能说出 欧阳波平的长相 评价他是一个皮肤有黑 说话干脆的长盛将军 只不过牺牲得太可惜了 虽然建国后 欧阳波平的遗骨已经被迁走 但还是会有很多人 前往之前安葬他的 北带营烈士陵园祭殿 除了他之外 这里也安眠着其他牺牲的战士 然而 因为牺牲的较早 欧阳波平并没有成家 遗憾的是 并没有家人来给他扫墓 因此 当地的百姓也会称他为光棍将军 虽然欧阳波平并没有后人 但是有无数当地的百姓 都会永远名记他 回顾其短暂的一生 虽然因为意外去世 但是他却用有限的生命 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是值得所有人尊敬的长盛将军